中国联通刚公布了的业绩比预期要好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电讯网络供应商的股份 好像中国移动 中联通跟中电讯 股价表现乐后于景体的大势 主要就是受到市场对于他们投资的资金 因为这个FreeG的因素 投资网络基建 还有就是网络卸备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资金要投资 不过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相信中国移动跟其他的网络供应商 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的机遇 就是来自这个非话音的服务方面 今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移动 把了台湾的电讯营运上 软传电讯12%的股权 相信这个消息对于一些台湾的概念的股份 有一个利好的作用 不过相信这个作用比较短暂的 不过在分析中国移动未来发展方面 这个FreeG的用户增长比较理想 还有就是他的业务呢 已经呢 遍布了内地香港还有台湾 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来说呢 他差不多有十一七千万个用户 未来的发展前景呢 也是理想的 一下 字幕by H太强 buried 你 对 关上 咯 喝 � assignment